北農确诊案例爆发以来 台北市政府随即启动了北農2.0的专案 除了进行快筛 已将相关人员排进先行的施打行列当中 市长柯文哲更是在6月23号的清晨 前往北農来试查 希望当天就能完成快筛 维持市场稳定的营运 清早6点天还没完全亮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亲自率队前往北農试查 北農总市长黄向群 总经理翁正熙全程陪同 并进行现况报告 这边是蔬菜啦 加什么蓝 这边都没问题 这边都没问题 北農群聚感染爆发以来 北市府也立即进驻机动快筛 启动北農2.0专案 希望能在6月23号当天完成相关人员快筛 并规定从6月24号起 需凭快筛因信证明才能进入交易场所 凡事每天固定会在那里工作的 大概4000名全部给他打疫苗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最 昨晚我叫做暴力性处理法 北農表示 从5月20号开始就实施批发市场分区分时段以及分散人流的三分制度 也趁机辅导成销人采用预约制交易 减少进场人数 做好分仓分流 希望维持市场稳定营运 记者长得话 长得报道 台北市政府新增AD疫苗施打计划 包括北農 鱼产 续产 花卉等 四大批发公司 和淮南市场 共约1万人 以及AD接种 间隔满10周 需要第二季者的 街友 领长和7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 都纳入 另外也开放特别门诊 让孕妇可以自选 疫苗的种类 随着每日捐赠疫苗到货 台湾各县市陆续开放接种顺位 台北市政府也宣布从下周开始 八家医学中心将为孕妇开放特别门诊 经由专业医师评估 让准妈咪们可以自行选择疫苗种类 你觉得是要打AZ比较好 你还是打莫德纳比较好 我们大概下个礼拜一起 台北市八家医学中心 会针对这种所谓高危险群注射 这种族群 特别是我们运路 会开个特别门诊 此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公布 新一波疫苗施打对象 包括花卉 雨产 农产 续产等四大批发市场 共一万多名造册人员 以及七百名街友 因为这些族群防疫成本高 管理困难 希望能透过打疫苗战术围堵 他们都有个特色 来自全省各地 在那里 晚上要各自 下午要各自回家 所以那个要做追踪什么都很困难 而且每天来的人数也不见得一样 就算 而且户籍都不只是台北 其他则是包括AZ接种满十周 需要第二季的人 75岁以上外籍人士 和台北市各里的林长 一样都透过网络预约施打 减少群聚感染风险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期间 不止医疗人员很辛苦 全国的园警更是要负责 管制人流 查起步伐 勤务等同样吃紧 为了慰绕基层的园警 警政署长陈嘉青 就特别送上了园器的便当 帮同仁们补充体力 也期许他们继续维持治安 让民众可以安心防疫 站在市场入口 管制人流 维护医院秩序 还要抓诈骗集团 查假消息 疫情期间 玻璃师大人勤务吃紧 和医务人员一起守护台湾 警政署长陈嘉青 特别送上园器便当 为全台园警加油打气 大科干贝和名虾 负责长厨的餐厅业者 用料不手软 要帮辛苦的圆景 补充体力 另一款牛肉名虾炖饭 同样美味可口 让吃到便当的远景 消除社会不安 让民众能安心防疫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号称南台湾最大的 顽皮世界衍生动物园 计划从非洲买入 18只长颈鹿 和羚羊等野生动物 并已向林务局 来完成了申请流程 但是动跑团体和立委 有所质疑 原方在过去的10年之间 饲养的5只长颈鹿 就有4只因为疾病 或是意外来过世 而且多数是活不过10岁 比野生的长颈鹿 平均27岁的寿命来说 是相差太远了 只因原方环境恶劣 反对进口野生动物 看到动物园内 长颈鹿一一倒下 让动跑团体 跟明代好痛心 从2018年起 7岁大的长颈鹿 萧顺在游客前 倒地呕吐当场死亡 隔年顽皮世界 野生动物园 又从美国购买 两只长颈鹿 皮皮跟妮妮 其中皮皮还跟 卫福部部长 陈时中有过近距离的 喂食接触 但不幸 在今年3月 3岁的皮皮 竟惨遭原类 设施勒死 最后抢救不治 动物福利的问题 其实野生动物的贸易 还有可能引发 新兴的传染病流行 也会对所有的动物 包含人类造成很严重的威胁 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显示 其实导致人类疾病的 这种病原体 其实有超过60% 都是来自于动物 把这个长颈鹿 留在动物园里面 并没有办法真的达到 我们要保育他们的目的 而且圈养长颈鹿 还会造成很多 不一样的问题 呼吁大家 要停止圈养长颈鹿 而是要把资源 专注在保育 全世界野生的长颈鹿 就连原类仅存的 长颈鹿米妮 也出现了无故断尾情形 但原方却宣称 调阅监视器 还是查不出断尾原因 林黛也质疑 除了原方饲养不当 饲养环境也不符合 国际最低标准 管理不当 许多动物的展示区 都不符合动物的一个习心 进而危害这些动物的生理 心理的健康异常行为 来回的无意义的走动 展示环境的设计不良 再来第三个 动物表演的一些 违反教育师 再来就是互惠喂食体验 其实是对动物的一个伤害 动保团体公布影像 控诉目前园区五大缺失 并表达反对政府 核准进口的立场 对此原方回应 去年已经启动园区转型 将改善动物的基地 让环境更友善 记得顾参用台北采访报道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 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驾驶 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 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聚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小偷 哥哥哥脆 Jae 小偷 居家环境 没有人 我去洗手間 我去洗手間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线消防救护人员的辛劳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 消防第一大队新版分队 来慰问两位因为执行 勤募而染疫的同仁 并颁发由爱新大平台 所提供了10万元确诊慰问金 我们今天市长 请各位同龄给予吴文童的小声 新北市消防第一大队新版分队 两位消防员 日前执行时与确诊者接触而染疫 目前都已康复 并重回岗位上班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慰问 并颁发爱新大平台所提供 每人10万元的确诊慰问金 一来就是救护 二来就是护售 这些染疫症 这些的风险的承担 都是我们斑斑血迹 斑斑血练 可以看得出我们大家的心 所以市长特别代表 市民来谢谢以外 特别单征慰问金 给两位同仁 我想这点只是一个心意 最重要 我们消防弟兄 守护这块土地的责任 永不放弃 侯友宜指出 新版分队除了负责一般救护案件 也肩负板桥重热疫区的后送勤务 每位同仁每次出勤时 都要花上近20分钟 穿戴防护装备 为了避免感染 车站无法开空调 只能开窗 一趟出去往往都要花好几个小时 长时间承受染疫的高风险 真的非常辛苦 侯友宜也表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消防局担负前线作战 感谢所有消防救护人员 在第一线守护市民健康 也希望市府各单位持续并肩作战 让所有市民平安度过这次的疫情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防毒新冠肺炎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防疫的记者会上 就鼓励民众居家快筛 并透过社区筛检 相辅相成 阻断隐形传播链 侯友宜也强调 居家快筛除了精准度要高 价格也是关键 才能提高民众快筛的意愿 居家快筛最快本周扑货 但民众得自费购买 对于居家快筛 新北市长侯友宜始终持积极的态度 日前更亲自前往快筛技制造厂视察了解 多次强调在疫苗不足的空窗期 透过居家快筛可以找出隐藏病毒 不过在推广上他也指出必须除了精准之外 让民众安心 在价格上也必须能够让民众接受 如此才能够提高民众居家快筛的意愿 居家快筛的准确率以及便宜的价格 让市民买得起 这是一个关键 我们市民健康在无症状确实的时候 能够找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来鼓励厂商 赶快生产以外最重要 要品质做到好 价钱也要便宜 跟政府后端的对方 才能够有效的扣制一起 而在记者会上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再次表示 新北市持续推广筛 就是要阻断隐形传播链 透过居家快筛是方便 又快速了解自身健康的方式 所以非常鼓励民众居家快筛 同时与社区筛检站相辅相成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日前立法委员洪茂凯 借由梅河捐赠医疗物资的机会 来到淡水马街医院 关心这里社区筛检站的情况 并且表示若有需要 将会反映到中央单位 来给予协助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一同来对抗疫情 加上现在也开始推行居家快筛 能减轻医护人员 在第一线的筛检能力 同时可以分流 避免群聚 赞许这是最佳的防疫效果 为了防堵新北市疫情扩散 新北市政府在各地广设筛检站 而在淡水马街社区筛检站 从这个月8号开始为民众筛检 因此日前立法委员洪茂凯 借由梅河捐赠医疗物资的机会 来到淡水马街医院 关心这里社区快筛检的情况 并且表示若是有需要 将会反映到中央单位 来给予协助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一同对抗疫情 今天可以有200个快筛的能量 并且快筛跟PCR同步进行 如果说最快的话 12小时以内就可以连PCR的结果都出来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感谢马街的用心 我们更看到是说 这样子走过来之后 整个路线规划以及户外的场所 都有符合相关的标准 那未来我们也更希望在中央这边 能够寻求更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 能够让我们地方的民众 有更加安心的一个保护 所以在中央地方一条心 我们有信心 在这场防疫的作战里面 绝对要赢 我们也绝对会赢 立委洪梦凯表示 在马街社区筛检站 一天的筛检量能可以有200人 是快筛与PCR同时进行 从进出动线 以及医护人员安排 到所有的设备区域规划等等 都符合标准 也都非常顺畅 因此为了要加强筛检力道 防堵疫情 减轻医疗负担 现在也开始推行居家快筛 我刚刚也特别跟护理长 以及督导讲 就说我们也现在在推动 居家快筛的事迹 可以让轻微的民众 可以第一步先在居家里面做快筛 那真的有什么状况再来医院 那某种程度上也是减轻第一线医护人员的 这个医疗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能够采取一个分流的方式 不要让大家同时集中在某一个定点 这个也是防疫的一个规划 所以推动居家快筛 并且配合我们的社区快筛 我想两步同步进行相补相成 才能达到最佳的防疫效果 居家快筛透过食药署获准的五项居家快筛 事迹紧急授权产品 让民众在家就可以进行快筛 并且定出一套标准 让快筛之后的结果 能够遵循SOP处理 而立委洪梦凯表示 居家快筛能够减轻医护人员 在第一线的筛减压力 更可以达到分流效果 避免群聚 达到最佳的防疫效果 记者许端一带去参访报导 75岁以上的长者列入第四破了疫苗接种对象 就要在6月24号 6月25号来开始进行施打 细止区依旧是采取分离分时段 不用预约都在秀丰高中的疫苗接种站来开打 而立早一早也开始忙着将施打时段的宣传单 张贴在公告栏和各社区内 同时鼓励长者施打疫苗多一点保护力 75岁以上长者就要开始接种疫苗 细止区依旧是采取分离分时段的方式 只是自己的礼别被分配在哪一天哪个时段 23号一大早 里长也拿着刚出炉的疫苗接种单 张贴在里内的公告栏 而这一波细止区统一在细止疫苗接种站施打 不用预约 长辈可以依各里安排时段前往 接续打AZ疫苗 在细止这边 我们就是这次 长者我们全部通通安排在细止 秀峰高中的体育馆来做一个施打 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 下午的1点到4点半 请我们75岁以上的长者 若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话 是65岁 请大家依我们建议的时段来施打疫苗 那我们这次是采用用公告的方式 没有造册可以自行到我们的秀峰高中体育馆 去注射疫苗 这次注射疫苗都是AZ 我想说希望老人家能够出来打针 如果说你身体状况一切都好的话 希望能够出来打针 这个有打比较安心一点 以后的理来说 安排的时间是在6月25号下午2点到3点 除了张贴在公布栏 里长也发送到各社区警卫室 希望协助放在电梯的空间告知里面 而通知单上头 除了时间地点及对象 还有附注接种疫苗是AZ 民众看法两极 有人觉得还可以 不过也有民众还是有疑虑施打意愿不高 如果有人问这个注射 现在注射的都注射疫苗 现在要注到贴新闻线 跟那个 不要注也可以 不要注也可以 所以说多少要去注 有注靠那种 不是啦 疫苗的就 我跟你说啦 疫苗的 那注没得近人 没有啦 像今儿的 你身体会用的 对啦 对啦 我还好啦 对啦 还会注射 但是电视一直爆啊 感觉不太好啊 中原是会去注 没办法 大方都是注较好啦 注较好啦 83 84 81 82 这几梯打下来 好像数量都一直在减少 它的施打力也下降的蛮多了 现在好像剩下三成而已 那我们这次一样 我们还是希望说做到一个 分区分离分流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如果说 那个长者们 在时段上如果说没办法配合的话 没有关系 那在这两天 那个只要75岁以上 然后原住民65岁以上 那个在我们的时间之内来 我们都会提供服务 第四波疫苗接种 6月24 25号两天 在旭峰高中系指疫苗接种 占施打 如果没有办法配合时段前往 也可以到医疗运所及卫生所网站预约 这层慧玲 系指猜报报道 疫情期间 防疫人员真的是很辛苦 也有不少里长们 更是忙着大街小巷来消毒 汐止区 山关里长自从疫情爆发后 就开始在里内密集消毒 只是机器再加上消毒水 一杯就是50台金 杯久了连走路都有点怪怪的 这让社区居民是看不下去了 合力做了一台机动的消毒车 轻松推消毒不费力 这一步就是疫情期间的产物 几个人合力 有人推车 有人则是帮忙控制水管 协助里长在社区喷洒消毒水 而这原本都是背在里长身上的消毒机器 因为有了特制推车减轻了不少负担 汐止山关里从本土疫情爆发后 里长就背着机器在大街小巷消毒 这杯上升再加上消毒水 负重50台金 时间一久根本符合不了 走路都变得有点一搏一搏的 也让里民看了很不忍心 齐心协力特制出一台机动消毒车 那我们看到了里长每次背的那么重的东西 到社区里面把我们消毒 我们觉得很不忍心 那刚好我们有一台这么很简单的搬运车 再加上我们有木工还有工程师 他们就设计了这一台 可以很轻松的到各个社区去做消毒 因为里长每一个礼拜要到每一个社区 差不多九个社区背着那个的话太重了 这台机器背起来的话 平常经常把这个漂白水稀释的漂白 装满还有背上机器的重量 50台金左右 这样整天背下来的话 真的满身大汗 又不是只能背一桶而已 因为联系要一直消毒的话 一次背下来都要五桶八桶十桶不一定 看我背到这样子脚也一拐一拐的 还有体系我的时候 我们的林长还有我们的社区委员 他就特地的去设计了这一台 机动消毒车 社区居民多才多艺 有木工有工程师帮忙设计打造 利用社区旧推车 做出了这么一台机动消毒车 现在每个星期三固定进社区消毒 轻松推消毒不费力 而现在都四个人一组 协助里长进行全力消毒 更有人每个星期日是提供货车 加上机动消毒车 在里内大街小巷消毒 整个配备看起来和清洁对消毒有的平 让我们很机动性的 就是说哪一个社区有需要 我们哪一个社区 就可以马上的把这一台机器 推到他们社区里面做消毒 或者外围 譬如说原住民公园 礼拜三的话 我们是针对社区里面 礼拜天的话是有人站住车子 我们把机器抬到车上 所以说我们感谢我们的林长 还有我们的委员 他们来设计这台车子 让里长减轻很多的压力 又减轻里长体力的消耗 防疫室长期抗战 现在有热心里民 特制机动消毒车 作为山光里大街小巷 还有社区消毒专用 也让里长很感动 也成为了最佳的防疫助力 加上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 1 2 3 一心投资谢谢 消防队救护车谢谢 送包裹的生生小姐 送便当的生生小姐 辛苦啦 乖乖听话 做好防疫的咱大家 咱大家都是好饱饱 大家辛苦啦 啊 拉布拉布 拉布拉布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 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 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说放你那就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 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 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来 输用楼会一定要实时注意 压修人离火时的压借 建议参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 起火功能的炉气 要3.5 如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 输用楼会时 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善良 也要注意楼子清潔和保佑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他生重病 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 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自5月15号新北市开设三级警戒以来 平溪区就已经有不少设施进行了封闭 然而是6月底为止 仍有民众应传来游玩 目前公所和远景开罚了迥瞻罚单 面对暑假前 是越来越多重机 超跑前来乡下弯道驰骋 也要和瑞芳警分局加强测速取缔 并控管商家的人流 以免跨区传染的风险 平溪区虽然以往是著名的观光地区 但在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十分平溪金铜三条主要的老街商圈都自主歇业 而瀑布登山步道 凉亭等设施也进行封闭 但在暑假来临前 马路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 在家待不住出门兜风的民众 在这两个礼拜的期间 在1064道还是有许多的自行车 重机骑士 还有四轮跑车 它会常常跑过来我们这边 我们1064道沿线有许多的 有三家便利商店 这三家便利商店 大家都会下来聚集 所以会造成群聚的现象 希望会我们民众来便利商店买完东西之后 就是尽速的离开 我们最近也跟分局这边取得相关联系 针对超速部分 我们会依规定来加以取缔 希望大家能够依照规定平平安安的宅在家 等疫情过去以后 我们到时候再来节省欢迎大家来平息观光 最近人处在老人家的疫苗施打作业 为了保护在地居民 减少群聚及跨区传播病毒的风险 公所与瑞方警分局协调 将增设移动超速照相取缔措施 以1800元以上的罚款 遏止飙车驰骋弯道的行为 而车队聚集在咖啡店超商门口饮食聊天的状况 公所也将与警员增加茶器次数 如未能妥善佩戴口罩 或是有超过10人以上的群聚 将严格执行开单 近期已经快要暑假了 加上最近天气非常炎热 我们本区的三个瀑布 林角 辉瑶 旺谷瀑布 接着已经封闭 在我们近期巡视稽查的结果 还是有民众擅自闯入瀑布玩水 只要发现民众玩水的部分 没有佩戴口罩 我们一律会立即开立 为佩戴口罩的通知单 随后会寒送卫生局 进行做裁罚的动作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开立了9张通报单 平溪区公所在区内各景点步道 都已落实查封 也都明定告示 民众一旦破坏警戒线应闯 公所便能向卫生局上报进行处罚 虽然平溪区目前零确诊 但唯有严格执行防疫 才能杜绝病毒的传播 让全台最老乡镇 得到最妥善的保护 记者稍后稳平溪采访报道 疫情紧绷 远警门常常要在第一线接触民众后 回到警分局 也只能用酒精来消毒 为了提升 警分局进出了健康安全 有企业在21号捐赠 瑞芳警分局 以不自动消毒门 希望藉由全方位 无死角喷洒消毒 将病菌聚之于门外 让远警门可以更加安心地 执行勤务 疫情期间处处有社会互助的温情 瑞芳警分局在6月 不仅货赠护目镜 面罩酒精及喷瓶等物资 还有一部全新的自动清销门 立于分局门口 民众洽工或远警进出 都能利用消毒水物 去除身上附着的病菌 日前民间的热心企业 纯白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因体恤疫情期间 我们同仁的辛劳 也为了保护同仁 跟洽工民众的防疫安全 特别捐赠本分局一座清销门 期望能将这个病毒挡在门外 本分局在此特别感谢 在这段期间 许多热心的企业 公益团体 提供各项的防疫物资 给本分局最大的支持跟保护 这台自动清销门 借由门口的感测仪 远景及洽工民众 一旦走进空间内 便能自动进行喷洒 而进入时也建议停等几秒 让水雾附着 更能达到消毒的功效 脚底下方也有 景分局添购的消毒地点 可以清除鞋底沾染的病菌 因为今天来帮李明拿一份公文 体验到这种一个消毒设备 觉得还蛮不错 这样子一个消毒设备 应该对景局里面 比较不会有这些病毒的危害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因为像我们平常 在返回勤务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能就只能 针对这个手啊脚啊 就是比较喷得到的地方 就是尽量消毒 那毕竟那个身上 还是有一些像背后啊 头发后面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没办法注意到的部分 那今天有这个消毒门 就是可以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 3D式的消毒 让我们全身都可以 做完整的清洁保护这样子 疫情期间 分局远景要协助取缔 未戴口罩的民众 也要在菜市场中管制交通 劝导人流的安全社交距离 经常接触民众的他们 出勤一趟 能在分局门口 做到无死角的水雾消毒作业 不仅节省时间 也将病毒挡在门外 保护局里的同仁 安心执行勤务 记者三号文瑞芳采访报导 金山高中常常分享教学和教材 还有设备漂移共享 让大学区内的国小学童 是可以得到更多元的学习机会 而近来因为面临疫情停课 但学习和分享不能来停摆 金山高中就将教材 化身为材料包 寄到学生的家中 试信教学上课 让学生疫情期间 可以轻松在家 学习玩科技 疫情上许多的事物停摆 学生不能到小上课 活动不能办理 不过金山高中的偏远地区校 即飞山飞市整合计划 并没有因此停摆 为了将校园内的教学资源 持续与金山国小分享 金山高中想出了 将教材化身成为材料包的方式 透过视讯的教学让金山国小的学生在家也可以体验创课课程 虽然说现在是停课不停学的期间 防疫期间 那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样跟金山国小来合作 把这些课程送到学生的家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门课叫做科技课程 动手石柱的课程 那我们透过雷射雕刻 做出来一个材料包 类似一个木板的材料包 它可以组合成一台古代的投石器 那这个会寄到金山国小的参与车囊课的学生家里面 这次与金山国小分享的课程是科技达人 由金山高中制造教育中心设计 并做出投石机的板模 一份一份的邮寄到学生家中 再透过视讯教学 学生跟着老师完成组装 也可以认识到刀模裂印技术 与不同材质裂印的效果 为科技增添乐趣 期待说这样的课程 不会因为防疫期间而停止 反而也可以先把课程送到家的概念 把材料包寄给同学 然后透过这个线上的课程教学 也可以如实地在家里 把它组装成一个非常精美的 具有实用跟科学性的一个玩具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配套措施 也是一个权益之系 希望防疫期间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动手实作 今天高中分享课程与教材 日前更有设备飘移共享 让学区内的国小学童得到更多元的学习 虽然面临疫情停课 但是学习与分享不能停摆 透过教材化身材料包的方式结合科技与资讯 让学生在疫情期间轻松在家学习玩科技 至少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新北市淡水区 新兴国小的操场在中间炒皮当中 竟然有一个大型的天佑两个字 加上台湾的图样里头写着嘉玲 都是来自于校园当中的工友所打造出来的创意 工友表示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希望可以用创意为台湾祝福 朝向零确诊目标 让学生能够开心的回到学校上课 从高空往下看 除了可以看到校园的操场跑道之外 在中间炒皮当中 竟然有一个大型的天佑 两个字加上台湾的图样里头写着嘉玲 这个是位在新北市淡水区 新兴国小的操场 而且这么大型的图案 都是来自校园当中的工友 所打造出来的创意 而工友林敏志表示 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希望可以用创意为台湾祝福 朝向零确诊的目标 让学生能够开心的回到学校来上课 疫情的关系 我想表达全校师生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 护卫台湾 天佑台湾 那天佑台湾里头呢 在台湾里头有个嘉玲 嘉玲就是代表明确诊 希望疫情能赶快过去 大家可以快快乐的回到学校来上课 学校工友林敏志七十多岁了 每当校园有活动或者是逢年过节时 他总是能够应景地构思出一些图案 而自从疫情爆发五月停课之后 为了要祝福国人与新兴国小的清室生 于是守绘了设计天佑台湾的图案 在草地上刻出台湾的形状 搭配学校书法老师许建中的天佑两个字 代表着祝福每一位国人 早日平安度过疫情的新生 这正代表着我们所有国人的新生 也非常谢谢林大哥这样的一个创作 正式呼应了我们大家 希望这波疫情能够平安地度过 然后让大家早日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 那在这边我们也再次祝福全体的国人 在这次疫情都能够平安地度过 大家彼此团结合作 然后集气发挥正念 相信这个疫情一定可以平安地度过 新兴国小校长表示 操场上绿油油的草地 往往都成为工友的创作 过去有我爱台湾的图案 学校30周年庆的校庆字样 过年时有福祉与元宝 还有有趣的大脚印等等都令人惊艳 而这一次非常感谢工友林大哥的创作 运用精巧的计算与打稿 加上割草机绘制而出 更代表出全国人民的新生 也将校园变得非常有特色 同时也送给今年毕业生的最佳礼物 从生活中激发出创意 记者许多安音 单学采访报道 五股五福黄昏市场 有一群协助市场防疫工作的志工们 是里内某房屋公司的员工 在里长的号召之下 大家都自愿前来担任义工 一同为社区防疫尽一份心力 每天依旧有许多人到市场采买 为了预防市场成为防疫破口 五股五福黄昏市场严格把关 针对前来采买的民众 依政府防疫规定一律采十连制 全程佩戴口罩 手部消毒 并随时掌控采买人数 我们里面的摊商 其实我们都已经全部都有去做快筛 而且全部都是阴性 这个都已经做过了 那这些摊商他们自己 也自我管理的很好 协助市场防疫工作的这群志工们 是里内某房屋公司的员工们 在里长的号召下大家都自愿前来担任义工 为社区防疫尽一份心力 里长的号召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为市场做一些消毒 量体温 然后因为市场是一个人 人比较多的地方 那刚好我们可以来这边做一些帮忙 志工的工作 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疫情 对这个疫情就是尽一份心力 我们固定是每个星期要固定 这边都有做消毒 那另外差不多礼拜五还是礼拜四 会再增加一次 里长很感谢社区这群防疫志工 他们无私的付出 降低市场内染疫的风险 同时市场也为了让采买民众安心 所有摊伤都有自行做筛检 并定期将环境清洁消毒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做好防疫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附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开的 你怎么开的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以等就对啦 有民众向市议员来反映新的山姿分柱所落成之后 道路上绘制了整条红线 如此让民众不论是洽工或是去买菜都没有地方可以聆听 而且分柱所前行川线的两端还是花圃通往殿下 为了改善道路环境 议员会刊调整标线 现在标线改善完成了 民众和玄童用路都会更加的安全跟方便 新的三支分柱所落成 有民众向市议员证员服务处来反映地上的标线 绘制了整条红线 民众不论是洽工或是去市集买菜都没有地方可以聆听 为此市议员证员也举办了会刊 要求标线必须重新整理 改善完成之后 整理出警用停车格 洽工车格与机车停车格供民众来使用 三支分柱所落成之后呢 有民众跟我们反映 希望派出所的外面呢 能够划设标志标线 或者是临时的停车格供民众来使用 所以我们立刻办了会刊呢 跟这个交通局还有警察局 公所以及里长一同来确认 警察局呢有自己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 所以外面呢是可以划设停车格的 所以我们决议会增加机车还有汽车的停车格 供民众呢一般的临停使用 在分柱所的附近还有区公所 三支国小与三支的传统市场 因此这个路段的标志标线 规划考量层面必须顾及到洽工学童 以及附近乡亲的需求 不只是规划停车格 原本绘制的行人穿越线 两端是花圃通往电箱 完全不符合行人的用路逻辑 因此在会看护后行穿线也有所调整 另外我们也发现派出所前面的斑马线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因为斑马线的两侧呢 分别是花圃还有便电箱 所以我们也赶紧呢 将斑马线移到适当的位置 让民众呢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 是可以顺接人行道的 那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提供一个 这个安全的这个道路环境给民众 原本在分座所前的行穿线 现在可以见到已经涂销的痕迹 而新的行穿线则是移到靠近三只国小校门口 可以连接无障碍人行道的位置 将标志标线一起整理改善 让学童上课更安全 民众恰功停车也更便利 自教评台湾三只采访报道 泰山区贵子坑西金友市议员 向市长侯友宜多次争取之后 水利局开始施作植母沟 现在工程已经完工了 早期陆化严重和恶臭的现象都看不到了 而日后结合温子郡视力重化案 将打造成新北之心景观荷兰 变成大家喜欢的清水蓝带 新北市泰山区贵子坑西 早期时常发出恶臭 居民苦不堪言 市议员宋明宗向市长侯友宜多次争取 水利局开始施作植母沟 借由提升吸水流数并减缓淤积及异味 同时积极推动泰山区污水下水道接管 感谢新北市政府 我们侯市长跟我们水利局大力的支持 在108月的8月到109月的5月17号完成 总共5360万的一个工程 让整个18甲已经没有这个恶错 那第一期完成的时候 第二期在109年的5月31号 到去年到今年的5月17号完成 总共8300万的经费也是新北市政府 跟水利局大力支持 松明宗议员指出柜子坑一起工程 改善范围从新五路至民生路段间 约1.4公里 109年5月17号完工 工程二期改善范围将延续一起范围 并延伸至中港抽水站 并将中港大牌末段纳入办理 110年5月14号完工 宋明宗表示 柜子坑西整治很感谢市长及水利局的大力支持 线下工程已经完工 早期路化严重及恶臭现象 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 之后还会结合温载郡市地重化案 将打造成新北之心 景观和郎 变成大家喜欢来的清水蓝带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导 落实防疫的规定 新庄区和平 里长就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 不过要是遇到有不配合的里民 里长就会加强防疫宣导观念 让里民感受到防疫是最优先的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升级后 新庄和平里长蔡和斌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民众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不过要是有遇到不愿顺从的里民该怎么办 有的是里民来 我叫他掘 他说我掘得很不习惯 我不习惯也是爱掘 这组健康管理做得好 面对看不到的病毒 要求保护好自己才不会传染给别人 像里长除了口罩 还外加一层这款超时尚的防疫面罩 双层的保护 因为他要为民服务千万不能有所散失 对于里长家常防疫宣导观念 里民感受得到 里长已深作者落实遵守防疫规定 对里民不断重复再喊话 宣导外出务必戴好口罩 亲洗手 降低感染风险 此外在拍摄的过程中 沿路并没有发现里民未戴口罩的现象 大家都有把里长的话给听进去 共同守护健康 不让病毒在和平里作乱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道 台湾爆发疫情后 国际捷人会世界总会 特别捐赠2600组的抗原快塞试剂 给新北市政府 并有卫生局代表接受 希望疫情能赶快远离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 台湾疫情严峻 国际捷人会世界总会 特别捐赠2600组的抗原快塞试剂 并由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许朝成代表接受之外 也道出了心中的感谢 捷人会世界总会秘书长 还有相关的代表同仁都已经到卫生局这边来 捐赠我们相关的物资 那在这边也一起谢谢 也感谢他们 对台湾同岛一命 那对我们新北这部分的一个付出 跟我们贡献 我想我们会点地在心 谢谢他们 疫苗筛减 筛记的那个捐赠 这是我们这个社团的爱心 现在台湾发生了 这个疫情也 说起来也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在总会长张秀雅 世界总会长的号召之下 我们就赶快的启动这个捐赠 担任2021年总会长张秀雅 她是知名艺人徐若萱的母亲 因为另有重要的行程 则该以视讯方式 说明捐赠防疫物资的用意 我们世界总会 我希望也能够做一点绵薄之力 今年新意来关心我们这个疫情 关心我们台湾所有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在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真的很辛苦 陪同前往的厂商代表 本身也是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顾问的林群峰副总经理 则表示台湾爆发疫情 不分你我 无私贡献捐赠防疫物资 被感窩心 国家遇到这种紧急的时刻 更能够看到每一个人 对这个国家的付出 那我们今天代表亚培 来谢谢社会 各位善心人士的帮忙 非常时期 大家都想为台湾尽一份心力 期盼疫情赶快远离 早日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作息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新闻的最后 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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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